在我身處左邊就是鹽田中央公園 有很多小朋友玩的地方 右邊就是海景公園 海景公園有一個20公里左右的海濱長廊 其實可以走, 感受一下這裡的氣氛 大家都很悠閒 我看到很多人都牽著手走很開心 但是我坐著這輛單車 然後去探險一下究竟這裡附近還有什麼 好, 我看到這條街是吃街 看上去好像夜市一樣 但是現在早上也很有氣氛 現在是日落的時間 現在日落很漂亮 我相信晚上也一定會很有氣氛 好, 我現在來到鹽田區 一個必要來的大卡位 就是燈塔圖書館 它的賣點當然是… 它的外形就像燈塔一樣 但是它也有很多很漂亮的位置 我看見這個女生在海邊的窗戶打卡 因為這個位置打卡真的非常漂亮 我看我後面 其實這麼多人都在等著打卡 我就要急著想 所以你們下次有興趣 也可以跟我們一起排隊 我們看到, 其實今天已經是星期六 但我覺得人數並不是特別多 我現在上去第三層看看 就是這樣的窗戶也很漂亮 好, 我們現在來到 這個燈塔圖書館的頂層 很多小朋友 所以這個第三層 其實那個地方也不是特別大 我覺得這裡有點焗 可能因為那個空間比較小 也要開一點冷氣就好了 原來這些書原來不是賣的 是可以免費給你借的 也是這個區的一個賣點 喜歡看書的你一定要記得來這裡 因為你可以看著海去看這本書 現在就這樣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很可愛的約會地方 有些深圳人說 吃海鮮就要去鹽田 所以我今天來了鹽田海鮮街 看見我身口一勺全部都是海鮮餐廳 不如進去看看吧 為何我最後決定進來這裡 就是因為進來覺得很光猛 而且有很多人 看見這裡有很多香港的食客 都是, 大家都很懂 我進來後 我第一件事就看到有龍蝦 我自己很喜歡吃龍蝦 龍蝦我們平時一定是芝士焗 或者是蒜蓉蒸 但這裡的做法是黑椒醬 應該會是怎樣呢? 我先試試一下 其實我覺得跟平時吃的龍蝦味的分別 就是它的黑椒味比龍蝦重 但還是吃到龍蝦味 如果它比較少, 黑椒味 我覺得會比較好 感覺可能會鮮甜一點 這隻龍蝦我們選了差不多兩斤左右 但我們看到肉也是非常足夠的 就去到下一個盤 這個真的是第一次見 用白香果做的鮑魚 不知道吃下去的感覺會怎樣 我預期之中應該是酸甜 原來這個混合也不錯 因為我經常覺得鮑魚 如果不使用其他調味來放進去 是沒什麼味道的 但用了果醬去攀調 真的令它更加鮮味 我對鮑魚沒有這麼大的研究 但我看我們的菜單上寫 它是大蓮包 平均一隻是26元 是很划算的 好, 剛才鹹也吃過了 酸甜也吃過了 我們下一個的味道 這個就特別了 鮮花椒蒸武虎斑 看起來真的淡淡油, 好像沒什麼骨 吃到嘴邊真的有點麻 平時家裡慢慢蒸一定是用豉油蒸 但加上鮮花椒和辣椒 是有點複雜的口味 我也解釋不了 肉質方面, 我鹽它有點韌 不知是否因為冷凍或蒸太久 因為我喜歡吃的魚 當然是一咬就馬上碎 很滑 這條魚其實是兩斤 兩斤, 二百八十九元 到生蠔了 這隻是炭燒生蠔 肉眼看起來有很多很多的蒜蓉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蔥 好, 我先嘗嘗它 你看看 有我的手掌這麼大 聞起來的蒜香味很香 我覺得它夠肥 咬下去也是夠醬汁的 蒜蓉, 但我嫌它不夠 因為我自己要求有些誇張的 我喜歡我的生蠔 是把蒜蓉蓉蓋到你見不到的蠔 但以生蠔來說 我覺得它比較飽滿 所以我覺得這隻很值得吃 走進來, 我已經很眼睛 已經看中了一件事, 聖子 聖子通常有幾種做法 蒜蓉炒 我自己最喜歡是士汁炒蝦 我們點了一斤 是88元, 看上去也很吸引 我比我而其中沒有那麼入味 我吃到聖子的味道比醬汁多 當然有些人喜歡這樣 覺得比較新鮮 但我比較喜歡醬汁的醬汁 這個菜可能沒有其他菜做得入味 感覺有點像傳媒放在一盤炒 但可能沒有醃過之類 有很多東西來說, 我最特別和好吃 應該是這隻鮑魚 到時候我們要猜猜一下 究竟今天吃了多少錢 我點了五人的份量, 一千元左右 有, 人均是二百元 我覺得其實也很划算 但看到我們今天是逛逛 也是滿足的, 幸好有位置 平日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 剛才的姐姐也跟我們說 除了一樓是大廳 樓上的幾樓都有不同的包房 包房很適合你和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來的話 記住要早點訂位, 因為這裡真的很豐富 來到鹽港夜市 想到我之前在台灣的夜市 這裡有食物和很漂亮的景色 這邊也有很多不同的小餐車 聽說也是本地人自己開的小商店 這裡的景色有點特別 跟平日我們去的夜市不同 它位於在山頂上 可以在這裡吃東西、喝東西 以及看著整個景色 而且為什麼這裡會很溫馨呢 我今天看到最多是情侶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 真的非常適合拍拖和打卡 我看到有一個牌子 是表白的聖地 我覺得如果適合拍拖的你 或者還沒拍拖的你 可以帶你的牌子過來這裡參觀 我看到網上也很流行 最近叫烤奶 我找了一間官官烤奶來試試 老闆娘說最多人叫的是抹梨花的味 很香的牛奶味 抹梨真的不太能喝到 但是奶味很重 上來之前 我當然也有上網看看這裡的照片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也是露營的椅子桌 很多商場現在外面都有 但是真的要親身上來才知道 是完全不同的 上來覺得很溫馨、很浪漫 很多人帶上自己的小寵物上來 大家牽著手, 拿著夜吃、夜喝 有聊、有笑 現在是星期六 所以氣氛特別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 如果你來到鹽田 一定要晚上參觀一下 我會參觀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